大家好,现在是11月11号的晚上 现在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说 我不会在这里 我可能会在某一个酒吧里面 也有可能会在某一个营地上面喝着小酒 然后和一大帮人畅谈人生 去结交新的朋友 去看一下有没有脱单的可能性 不过这一切都随着轻援疫情的升级而泡汤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这里给大家拍视频 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 我还是比较郁闷的 不过刚刚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是下午三点一直到下午三点 那么下午三点到现在 其实我还是比较亢奋的 下午三点就是那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来源于一条消息 真的是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相当于是 一个掉入无边黑暗中的人 突然间他的头顶冒出了一缕的曙光 然后整个心都熊熊燃烧起来了 用一句古诗来形容 那就是三重水腹一无路 柳暗化名又一村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就是 国家卫健委 今天发布了关于防疫的新政策 我重点给大家梳理一下 跟我们密切相关的几条 第一条大家非常的关心 次密接被取消了 等于说次密接将以后将不会再被管控 什么叫次密接 就是密切的密切 密接的密接 密接我们都很好理解 比如你的朋友是个感染者 你跟他来往密切 这就叫密切者 那密切的密接 你的朋友是感染者 你就是密接 然后你的朋友就是密接的密接 那这个新政颁布了之后 这个密接的密接 将不会处在管控范围内 等于说你的朋友 不是感染的那个朋友 你的那个第三方的朋友 将不会在管控的范围内 这样一来 管控的范围就缩小了 这样无疑会降低很多人的 这个被封控的这个风险 这个太棒了 很多人的生活都将受益 这不今天下午 那个政策一般付出来之后 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的防疫部门 立马回应 真的速度够快的 马上就对很大的一部分的 这个次密接 解除隔离 为广州速度点赞 真的他们太棒了 第二个也非常值得关注 取消了中风险地区 就是以往我们有高中 第三个风险层次 对吧 往往这个中风险 非常的模糊 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 它的定义是模糊的 但是之后 中风险就没有了 就密接的密接 不存在了 所以中风险就不存在了 甚至精确到那栋楼之外 其他的都不用管控了 因为里面还重点提到 高风险地区的定义 就是精确到单元楼 这个确认者出没的单元楼 是要封锁的 但是未必要波及整个小区 这个可以 这个真的非常的可以 一个小区很大的 我现在都可以看到 一些小区是很大的 但是其中一栋楼有一个感染者 那整个小区都封 那真的波及非常大 那么这个政策一出来 很多人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 不必受到很多的牵连 就是这样 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真的这个特别赞 真的特别赞 然后下一个 就是入境隔离政策 从以往的7加3 再次的降低 降到5加3 5天的集中隔离就可以了 然后还特别指出 就是入境者 第一目的地 第一入境点 进行隔离之后 他回到他所在的地方 不得重复隔离 不得再次的集中隔离 不得以任何理由 进行再次的集中隔离 这一点也觉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 出国的需求了 然后也有回国的需求 那这样的话 极大的方便了 我们的入境者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入境的 就是取消了机票的 就是飞机的熔断政策 我相信这个熔断政策 一直都困扰着 身在国外的朋友 确实 这个熔断政策 自从2020年5月出来之后 让这个飞机票 这个价格 水涨船高 一票篮球 而且急不定时 相信很多国外 想回国的朋友 机票取消几次 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今天 这个熔断政策 正式的走进了历史 可喜可贺 在国外的朋友 你们回国将会更加的方便 这是又一个政策 然后 回国的话 以往是48小时内 要两次核酸 那现在48小时内 起飞前48小时内 一次核酸就可以了 又方便了 不是吗 卫健委的文件当中 也看到了 再次强调 坚决不能一刀切 不能层层加码 坚决实行九不准 然后全国统一的防疫政策 这个是要坚决的支持 还有肯定的 我一直都说 某些地方 你们的防疫政策 是否需要检讨一下 动不动就静默 动不动就一刀切 对广大的低风险地区 进行禁足 限制出行等等的这些政策 第一个浪费社会资源 我们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警力 对吧 你都派去封路了 然后医护员人一天 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连续的加班 这些都是社会资源 是要用钱的 而且有一些地方 它的经济可能并不是很豁措 羊毛出在人身上 还是得割我们老百姓的肉 所以呢 对于社会资源的节省 是否是要考虑一下 对吧 这次的中央这个 久不准 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精确 就是反对这种行为 不要层层加码 不要一刀切 不要动不动就静默 动不动就封城 不要巧立的名目 以为不叫静默 不叫封城就完了 不行的 一切 一切我觉得全国应该统一起来 一切按照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政策来行事 这才是正确的防疫态度 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支持我的朋友 请给我点个赞 不支持我的朋友 没关系 评论区 说出你们的意见 我们评论区见了 拜拜